就原來的嘛 那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會產生有 這幾個欄 這幾欄 包含這些 你就按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步之後他問你說第一個欄位 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是 沒錯 那這個地方預設的哪個 下一步 再來問你說呢 你這一個每一個欄位呢 他的資料的類型 是哪一種 特別注意 那個資料表跟工作表最大不一樣就是 你的Excel 反正你給他什麼他自動會幫你 給一個資料類型他不會問你 可是呢在那個SS裡面的話 他要先界定一下比如說呢 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文字 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什麼 是數字 數字的話資料類型 你就可以用什麼 這邊有個整數 或者是什麼呢 單精準數或者是雙精準 那其實特別注意 整數和長整數的差別只是說 如果你用長整數的話 你可以放比較大的數字 那整數的話是放比較小的數字 他的 我記得是這個地方整數的話大概到 三萬多 如果你會超過三萬多請你 務必要用長整數 那另外 單精準數跟雙精準數 關係跟整數跟 長整數差不多 當然雙精準數放的數字比較大 那 這個所謂的那個 什麼單精準數或算 實際上就有小數點的意思 如果說你的資料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就用雙精準數就好了 直接選這個就可以 那如果說呢 因為我們這裡面 這個郵D需要不會小數點 我們乾脆用整數就可以了 OK 那整數這資料的話 這其他文字 這也是文字 這些文字 像弄的部分的話如果你不確定 你看起來是數字 基本上不然你也是用文字也可以 那這個數字 這個部分的話你乾脆 弄的話你乾脆用整數好了 那號的話也用整數 因為不可能有小數點 那樓的部分也用整數好了 那基本上 當然文字跟 整數或者是 這個單精準數或雙精準數 最大 會有問題就是效率問題 如果你用的是數字的話 跑起來查詢 的速度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地址的部分用文字 再來的話 這一欄不要 這一欄空的就怎麼樣 不要匯入就好了 所以匯入的時候呢 就匯入這些資料 不包含最後一個空白的 OK下一步 好那最後他問你要不要阻索引 這個地方 暫時不要阻索引 比較簡易一點 簡單一點 因為裡面資料量不多 用阻索引按一個 下一步 那最後他問你說 你要匯入 叫什麼名稱的資料表 我們叫地址 完成 完成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現在的 這個按關閉 你現在剛剛的那個 地址的 資料表 就會被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這裡 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 稍微看一下 姓名 郵遞區號 等等的相關訊息 都已經進來了 那表示說 你現在已經建立好 一個資料庫了 資料庫 一個資料庫裡面 有一個資料表 名稱 就叫做地址 所以把它調整一下 寬度 OK 好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址 就完成 只是說 我們要如何 因為他現在資料已經 搬到那個 SS 可是我接下來要怎麼樣 把它再搬回到 兩邊可不可以相通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 甚至我是把它放在網路上 比如說我放在那個 網路上的方鈴 那我們 各部門都可以透過網路上的方鈴 可以連結得到的話 那我將來我也可以做一個 共通資料的來源 那這部分的話呢 怎麼做 請各位先 利用 SS 建立一個 資料庫 建立好之後的話 應該是會放在 我的桌面上面 我看一下 應該是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範例檔裡面 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就是把 把它跟我們的 這個 也是有放在一起 這個OK 那試著先建立這個資料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